明太哥你好 你好 請問貴公司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產品呢 我們公司是凱洛林婚紗 那我們提供的當然是在婚紗攝影這一塊為大眾 那還包括新娘、祕書 那當然相對的結婚照、週年照、寶寶照這一類的 我們都能夠為大家去服務 您從事這個行業多久的時間 個人目前從事這個行業已經有將近30年 那凱洛林婚紗在桃園在地服務已經18年了 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店家 那對於服務口碑其實我們都非常的注重 所以才能在地服務18年 問什麼樣的人適合使用您提供的服務或產品呢 應該是任何人 因為是一個美的事業當然就是拍照 所以只要對照片方面有需求 不管你是要結婚家庭的全家服務 或是小朋友甚至形象照 我們都可以提供服務 產品或服務最大的特色 以及對客戶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應該是在於用心的服務吧 因為一樣拍照大家都會拍 那當然就是說客戶的感受其實是非常重要 一張照片能夠呈現的除了美以外 當然還要呈現它的溫度 能夠讓我們的顧客感受到這一切 那為什麼您當時會從事這個事業 那有沒有什麼使命或是夢想 然後有沒有想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在於當初從事這個行業 其實本身自己是對攝影就很有興趣 那當然在啟蒙階段其實也很早在國中時期 接觸到相機以後 其實一路上幾乎都跟攝影一直在接觸 那當然在真正踏入這個產業 其實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就是看Kanban去找我的工作 所以只是看到攝影兩個字 我就毫不猶豫的進去應徵 那後來才發現這個是針對新人服務的一個產業 那一路上就走到了現在 那當然在從事30年以來 還其實見證很多新人的一些幸福的故事 跟整個溫馨的場面 那當然也有很感動的故事 那在於這一方面其實 當然在使命方面 我們是在30年之後 是不是還能夠再繼續從事這個產業 其實在人口少子化的情緒之下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有不一樣的一個轉型 那再持續為大家去做一個服務跟見證 我跟明太哥是在桃園的B&I永恩分會認識的 那當時接觸到他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是非常專業的人 而且他本身接觸這個行業已經有30年 在凱洛林婚紗的話 他也是有18年 那當時會過去他那邊拍我們全家服務的一個照片 是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非常專業 在桃園的父親路上 那邊差不多有6家的婚紗店 比起其他家 我覺得他們的服務口碑 算是在業界裡面非常好的 所以就因此就很信任的 把我們全家服務的這個工作交給他這樣子 明太哥他本身是一個 還滿 感覺就是還滿默默付出的一個人 因為他本身其實不是一個非常高調 或者是說很刻意表現他自我的人 可是我感覺到他其實是非常有實力的 這樣子 這家婚紗店他非常的有名氣 對 然後在婚紗街上 其實從外面的橱窗就可以很吸引人家的注目 這樣子 是個成熟穩重值得信賴的人 我覺得明太哥是一個很棒的人 因為我有聽我的B&I的會友 就是一個Amber 他說明太哥的服務非常的棒 然後拍照也非常的到定位 所以也很想趕快感受明太哥的威力 我聽說明太大哥從事攝影業 這個行業已經三十幾年 通常我認識的人沒有人從事這個行業這麼久的 所以我很想去看看他到底是一間什麼的公司 然後我聽說他叫凱洛琳 所以我就到那邊去看一下凱洛琳到底是一家什麼的婚紗店 那後來你過去了之後 你在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我在裡面 明太哥對我非常的好 通常呢別人去都是去拍溫紗 或者去拍全家福 可是我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的個人職業的關係 所以呢我參觀了他們全部的房間 包含新娘的化妝室 還有他們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有一個我們叫貴妃室 這一間專業的一個化妝間 然後可以去試穿禮服 這個是我在其他婚紗店比較沒有看到的地方 所以呢 從這點我發現明太哥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一個體型比較大的新娘 他們比較不好意思在很多人面前去穿著婚紗 所以他們特別P了一間這個小房間 專門給貴妃室 我覺得他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特別 那如果再給你一個機會結婚一次 我一定會去凱洛琳拍婚紗 為什麼 因為呢 在凱洛琳拍完婚紗之後呢 之後的全家福終身都免費喔 凱洛琳這家婚紗店 在桃園已經有18年的歷史 所以我相信如果在這邊結完婚 拍完婚紗照 將來的這個全家福呢 還是有機會在這邊拍照的